我觉得这个能感觉的这种心理叫做错 所以说六处原则也比较谨慎 这个前面是六处就是六处属原的 谨慎就在这个上面 就是也说明了 实际上我们为什么称它属六处原呢 就是它一定是三样东西合和的时候才生起这个东西来 那个也就是这个前面的六处属原了这个颈根是六处就是六根嘛 那么这个根圆这个这个就生起这样的那一枝出来 受灾为处取三井 圣圣三色为苦乐蛇 在下面由于处的关系啊 你碰到了以后就是下面呢 碰到的时候你用感受 那么这个感对于这个书感受的 这个你会觉得欢喜的 不欢喜的 然后呢无数有欢喜不欢喜的 不欢喜的是苦 欢喜的是乐 下面就是蛇 爱者为乐受其不离爱 欲助苦恼其乖离爱 那么爱是什么 爱是一种乐受爱受 前面你有了这个感受以后啊 对于快乐的这种感受啊 你不希望离开它 反过来对于不快乐痛苦的 你希望啊远离你 远离你 说爱愿生受愿生爱者 始终无名和和错愿 属生之受而能生爱 若无名虽有诸受爱 众不胜 有始因缘 初始境界受用 受是深受用 或意所受用 若此而圆满 就是受用圆满 始终三界有三种爱 这个下面的说一下 平常我们受缘生爱 现在是十二因缘的话 每一个前面的缘 为缘呢 生起下的条件来 他为什么这个地方 要解释一下 前面不解释呢 照理说也应该是啊 无名缘 然后呢生行 行缘生生 等等 这地方特别讲受因缘了 所以生爱 这个是有一个道理的 这个一定呢 跟无名相应的这个错 那个时候所生的受 才能生爱 就这样 所以不是一定呢 受缘一定生爱的 所以如果说你真的 胜过了以后 他还是有感受 他那个感受 要离戏的感受 不再有 细作了 所以圣人眼睛不是看不见 他还是看得见 还是听得见 尤其是 出罗汉 这个小乘的圣证 他还是有苦的感受的 不过 他这个苦的感受上面 他不会啊 取起这个 乖离爱 他也有欢喜 乐的感受的 但是他那个 乐的感受上面啊 不为其 不离爱 他这个贪嗔 这个三毒啊 已经呢 整顾的 铲除掉了 这样 所以 这个这是我们 凡夫一生未上的 那个 无名 还没破 并不了解真相 所以与这种姻缘 遇见了以后啊 那么 这个兽会能生爱 所以他下面说 若无名啊 虽有诸兽 爱重不生 还是有的 但是爱不生 爱不生 下面这个话 爱不生 生死就断 生死就断 关于这个道理 那么 刚才说的 在这个四二音源的流转图当中啊 因为有更窒息的说明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 每一支 不 深入的解释 有这个音源 有这样的 错是进阶受用 受是深受用 或艺术受用 那这个两个有什么差别呢 错跟受什么差别呢 这个我们要了解的 错呀 就是啊 当我们这个六根 对着六径的时候啊 那个错的特质啊 就在境界上面 就圆这个境界啊 跟着这个境界转的 这样 所以啊 到境界受用 那个受呢 什么叫深受用呢 就是当那个境界有了错以后 然后你感觉到 哎呀 这个好的 你就探着 这个不好的啊 你啊 就排斥他 排斥他 如果是没有这两个的 那么就是舍受 所以那个时候 受的因缘呢 它会产生 那个三读相应 而这个三读相应的结果是什么呢 就会有会呀 感生将来的这个 这个圣是流转之国 圣是流转之国 所以叫圣受用 或者艺术受用 因为圣是流转当中的国 我们另外一个人叫艺术 艺术 所以错是对境界的一种反应 那么受呢 由于这样的话 然后呢 引发那个爱曲呀 而流转生死 这是两者的差别 而那两个东西碰在一块的话 受用就圆满了 所以真正的这个受用的圆满 一定是错受两样东西 错受两样东西 在这个地方啊 实际上的我们修行呢 真正最重要的观念 就在这个境界上的 最重要的就在这个境界上 这个地方你失破了 问题就解决 所以啊 佛 讲佛法的时候 一开头 告诉我们是什么 告诉我们 观 受 是 苦 记得吗 平常我们呢 讲一个道理 讲的头头是道 实际上这修学的根本在此 根本在此 那么这个关键呢 慢慢慢慢的 我一步一步的输下去 此中三界有三重爱 那是为约爱 有爱 约爱 失爱 然后呢 有爱 在欲界的爱啊 就是像跟欲相应的 欲参作的 这个叫欲爱 那么失界的话呢 叫失爱 然后呢 无失界呢 这些东西都没有了 但是啊 他还能够引发后有的 还是有啊 而不能流转 所以这个三爱 也就是叫做 欲爱 失爱 有爱 取在于世中 谨其事 欲贪 对世中 警戒当中啊 起 这个世中 为欲作 与世生等成欲 啊 是世生香味等等啊 他就会啊 起贪欲 起贪欲 这出撒迦也见 诸于我见 我见许说 我见 我见 这撒迦也见 是为 欲起 见取 进戒取 我欲取 这个取是什么呢 取啊 就是由于你前面的这个 爱着的关系啊 所以啊 你要进一步的 就对于所爱着的境界 也就这取 也就这取 所以这个取啊 实际上就是 爱的更深一层的一种力量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爱的弊明 但是这个里面程度上面呢 是有一点差别 你看啊 你的满 满喜 觉得满可爱 下面呢 你觉得满可爱啊 你就想办法获得它 这个心里的状态 就是啊 这种心里面呢 比爱是强烈 比爱是强烈 这样 那么 为什么要分成两样东西呢 因为你单单爱的话 他没有这个取着的话 他不会啊 引发出 这个 不单单这个爱的话 他还不至于引发出流转生死的厚有的力量 而是由于这个爱的力量慢慢的增强 要到这种状态 它是引发 所以啊 它是两个位置 所以我们平常就 夜 为什么会干股啊 叫做 已 正 长 就这个 而你造了以后 还要增长 它那个增长的力量 主要的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 这个力量 就是这个力量 那么 这个或者是 欲的 成欲等等 还有呢 剑 除了撒迦也剑以外的其他的 我剑 撒迦也剑是什么 就是啊 特别的 这个 对我的 这种 归纳起来 叫 欲起 剑取 欲起的话 就是对于 种种的 色身 香味 等 成欲的 取作 对你说 欲望的 这个 贪欲性 相应的 这种取作 你看你好吃的 啊 就吃到 看你好听的 啊 你就跟着的去 看你这个 软的 舒服的 你就 这样 这是欲的 那么 剑取的话呢 就是啊 这个两样东西 进戒取 这个戒取 进戒取啊 也就是啊 在这个前面的四种烦恼当中 还有我语取 我语取 就是对于撒迦也剑了 所起的种种的 我 我所探语等等 啊 就是这个 有这 为谢 行于色 逊一息气 由此 爱取之书 润发 隐身后悠 有大事的 是因上 甲列 古名 那么下面呢 再是有 有是什么呢 有就是 有一种力量 强有力量 力的力量 这个 是为什么会来的 由于以前的 色 以前什么色呀 以前什么色呀 就是前面的 无名 行 说 种下的这个 因为色 大家还记得吧 无名 由于你无名啊 所以造业 当你造业的当下呀 他那个时候啊 就在 造种种业的时候啊 在我们的心事当中 去训下一种 影响力量 所以我们叫做 习气 业 习气 啊 这种习惯 那么这种习惯呢 他将来呀 他会再发出来的 所以 这个 这种 再 引发出来 这种习惯的力量 我们有个 他另外一个名字 叫做种子 那不管 名字是什么 总是 这个啊 他是潜在一种功能 那么 那个潜在的功能啊 金骨啊 金骨的爱曲的滋润 金骨的爱曲的滋润了以后啊 他又引发 引发出来 一种强域的力量啊 能够胜后有的大力量 而这个大的力量 可以啊 使得 我们呢 赶古的 就以后 技术保持 生长 后有 虽然 眼前 他还并没有 陷气 所以他这个地方 说 因上的 甲烈 果明 因为现在 他还在 因为当中 没有生气啊 但这个力量 确实 到了这个 他一定会引发你 下一生的寄生 所以这个叫做有 那么由于这个力量的话呢 在下面的话 那么就 生 生在为 世 与 世生 最初 寄生 而这个 生是什么呢 就是啊 前面那个 因伪生 由于 禁锢前面的 爱曲的 滋润 产生一个 大力量 所以啊 他又 去 再投胎 当然 这个还有其他的 因缘 上次我们说 基地当中啊 因 结 原 生 啊 因 结 原 生 这个 那个 原是什么 就是你前面 这一生啊 命死掉的时候 因为你命 前面的一生 命死掉了 然后你记了这个 业啊 他后面又开始 记得新的 生命 就这样 所以 这个前面的 因伪是 由于这个 死掉前面 这一生的 这个缘 加上 你全身 造了 这个有 就是经过 爱曲 自认的 强有力的力量啊 又去推动你 啊 新生命 这个就是 生之 那么生完了以后呢 对不起 注定啊 就这条路 老死 老死 老在为 住院 承受 转变余向 就是说 五月呢 慢慢的承受了 慢慢的 变了 年轻的时候 少账 系列好 到那时候 慢慢的 不行了 死在 为舍弃 同分 住院 就是眼前 这个同分 我们人的 总同分 就是我们这个 没有了 那么为什么老死 两个丙在一块呢 那个死 是一定有的 老 确实不一定有 确实不一定有 但是实际上呢 他一定呢 生了以后 一直在转变当中 转变当中 那个转变的 跟前面相比的话 衰老了 叫做 所以啊 这样生了以后 注定了 那么就有这个死 这样的一支 那么这个十二支 这个简单的内涵 那么这个十二支当中 进一步呢 叫第二 自分掠射 下面这个自分掠射啊 也许不一定很明白 但这个怪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啊 这个概念呢 这个概念呢 你如果能够保得住的话 能够了解得清楚的话 那个时候啊 我们就很容易明白 我们认取 认乎一个时候 取一个井 那个取井了以后 这个念头 它为什么来的 然后呢 这个念头 这么会感到这个生死的 这个原因呢 在这个地方啊 都非常清楚明白的 交代得出来 交代得出 交代出来了 平常说 我们讲十二支 把一个讲成道理啊 那个真实啊 好可惜 这个道理 有它实际上的 这么实在的 一个内涵在 那么现在我们先把 他这个十二支 这么一样 归并人几个大类 数一下 如金楞云 那个根据那个论上面 云后自分掠射 这个怎么讲呢 为能印之 所引之 能生之 所生之 这个十二支啊 分文公 引跟生 然后呢 引又是能引跟所引 能生跟所生 引是引发 生是生起 但前面有个引诱的力量 由于这个引诱的力量呢 然后呢 最后啊 就啊 生起一个新的生命 所以这是两样东西 什么是能够引发的 因为他 能引的东西 引起所引 啊 那么 这样的前面 比如说 我们呢 看一样东西 那个时候 我的眼睛呢 是能看的 我所看见的 这个对方 比如我看你 你是我所看见的 这个能所知见的 都是这样 啊 我这很 很了解 啊 所以能跟所 那么这个引有个能所 这个生啊 又有一个能所 这我们现在先 这样 即使不太清楚 你把这个名字记好了 那么完了以后呢 把这个道理 啊 归纳好了以后 在下面讲的时候 那你就很清楚了 能引之为无名行色 那就是能引 整个的我们生命的 最开始引发的主要的 啊 就这个几个东西 无名行跟色 这能引之 实际上 这个色 这有半字啊 两字半 是无名行跟阴未色 所印之呢 是明色六处出寿 一共啊 是四字 实际上是四字半 就是所印的什么呢 对啊 千年能引之当中 色的半字 引发 变成功啊 果未色 所以应该是说 这个半字 加上这个名色 六处 错受 这个是引发的 能生呢 能生之在是 爱取有 这个善之 完完全全的三字 所生之的 生 生的就老死 那么这个是些呢 分类 啊 这个分类 我们也 暂时啊 你不要去抢记他 不要抢记 大概有个概念 等到你把 事儿应远 流转的 程序 了解了 那 你不要挤 清清楚楚 明白 明白 事实就是这样 而我们每一个人呢 就在这个当中 流转 一期生死 固然是如此 一刹那 启虐了 怀是这个 所以我们现在 记说 看下去 若而 引生两重因骨啊 未先有情 一重受生因骨也 也先两重也 那么你现在这样说来 前面这个能引到所引 是不是 从 引 能引到所引 这是引导骨 后面是能生跟所生 又是一个引导骨 啊 这个 说引根生呢 是两重的因骨 这个两重的因骨啊 用在我们的友情 身心上面呢 你到底说他是说 说什么呢 假计说 说 说一重或者是两重 如果一重的话 你就要说 从引 到圣就行了 为什么还要说 能引所引 能生所生呢 所以他就问了 是先 是一重一套啊 还是两套啊 这是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问题 那么同样的 现在你们对这个概念 还不一定很清楚 我们把那个文 先一步一步的解释 若如初者 那么他就说 家庭说 这还是个问题啊 家庭初者 说一重因骨的话 从前面到后面 那么这个人生就是这样 这以生其果位之身 乃至于受后生爱 等不应道理 因为你在这个上面 所说的之一重因果 就是前面 引 能引 引到所引 前面是能引是因 然后呢 敢在所引之果 那不是就有了吗 有了那十二字 假定是说 就算这样的话 那么前面已经 已经引了 说 引能引是什么 无明行色 这个是能引的因 然后呢 所引的引起的果是什么 果是明色六日出寿 到了这个地方够了 后面为什么还有爱等 这个要他干什么 这不是没有用了吗 所以说 啊 后生爱等是不应道理 哦 这个是不同的 假定说 你说是两重因骨的话 落入第二 第二是说两重因骨 这后重因骨中 却无明行的因未色 前重因骨中 却爱去有 是啊 那你要两重因骨的话 他这个引生的因 是无明行色 是前面是有无明行色 引得来的 是后面第二次的话 那个无明行色 没有了 所以说 后重因骨中 缺了无明行的因未色 这是一个一个 缺陷 前因骨中 却爱去有 这么前面 实际上呢 他那个两重是怎么样的 前面就是啊 无明行色 这个能引 引出 明色 六入出寿 所引 这是第一重因骨 然后呢 爱去有 这个是能生 生起这个 生老死所生 不是两重因骨 是吧 这是两重因骨 假定你现在讲两重因骨的话 那么后面这个因骨当中啊 从爱去有 到 这个 果位上的生老死 却没有能引的无明行 这个不行 反过来 前面 这个 这个能引当中 无明行色 却没有啊 所生的爱去 这个又缺乏了 这个又不行 所以他提出的问题 提出来 所以关于这地方 他是辩论的很细 辩论的很细 目前呢 我们在座的游戏同学 不一定有这个力量啊 去体会到 那不妨 但是呢 只要讲完了这个图以后啊 你们只要肯努力一点的 稍微努力 不是大努力啊 这个概念就很清楚 我刚才一再说 这个概念清楚了以后啊 你整个的生死流转的基本的完全了解 完全了解 而这个生死流转 不是说 像我们 单单说的啊 这个人重生 生出来到死 好像很遥远 不是 就是我们呢 重生到死 一刹那一刹那 眼前任乎一个时候 无不在这个流转当中 广的来看 说一期的生死 狭义的来说 是刹那之间 东都在这个里边 而这个里边呢 完完真正的讲 都有 有从无名开始 一直到老死为止的 这样的守卫相连 辗转相应的这个状态 所以我们呢 关于这个地方啊 一定要很清楚明白的 弄清楚 关于这里啊 这个 于是世界上也有的 不过啊 假定说不仔细的说明的 叫普通一般人呢 去看的话 你绝对看不懂 不晓得他所惜什么 现在我们呢 集说下去 他怎么讲 大无垢 说 没错 没有错 下面结束了 为能引因 所应之法 竟能生因 之所生起 能引因 前面能引因是什么 就是 无名 行 色 无名行色 这是三样能引 所应因的什么呢 印的是 明色 六处 除 瘦 这个三样东西啊 这个四样东西 所应的 就是能心 生因 指数 生起 第二 从因故当中 不是说生吗 生起来 这个生啊 它是个什么 这个总相 生起来 那个总相 我们叫生 生了以后 实际上 这个生里边啊 就是这个 明色 六处 除寿 所以说 竟能生因 指数 生起 就是这样 所以它并没有啊 缺少 并没有欠少什么 就像刚才我们说 一个房子 我们的教室 当你说教室的时候 虽然我并没有说 这个教室里 还有盒板 还有讲台 还有的 大家都客座 一定包括在里头 否则里方 这个不能算一个教室 这个我们特别说一下 然后呢 说 所应一生 皆与 死 生老 死骨 虽然是第一童因故 所应 隐生了 生起了以后啊 这个 明色 六处 除寿 这些东西啊 到后来 那就 所以 死是什么 也就这些东西 死 并没有别的 就是我们说 那个教室 说这个教室 整个烧光了 当教室烧光的时候 请问里边的黑板 座椅 难道还在吗 当然也烧到光丽 一样东西都没有忘 就这样 那么他为什么要说 两重因故呢 这不是个问题了吗 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所以下面问题了 若而何谓 说两重因故呀 那为什么你要说呢 那你不是这样就行了吗 为先因故苦底 与生故苦底 相 和异故 说这个有个大道理了 这个有绝大的道理了 这个因故的这个苦底啊 跟生故的苦底的形象 不一样的 这个不一样的 这个同样的是啊 比如说 苦底 同样的是 隐生因故当中 但是啊 他每一枝 每一枝 这个功效 这个形象 这个状态 这个内容啊 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这个 所以一定要 把他分开来 所以一定要把他分开来 潜在于书 因为唯有种子 至地未称是未来苦 后在以生苦 为献发皆苦 这前面这个啊 前面这个啊 是因故苦底啊 这在种子为当中 他那个时候啊 他那个本体啊 还没有生 所以啊 虽然有那个潜在 这个力量啊 但是他 并没有苦 虽然是 也是属于苦底的 后在呢 生起来了以后啊 现发就是苦 这两个是 有绝大的不一样 果然 引起来的 这个果果然是不一样 然后呢 没有引果之前 这个因本身 也不一样 所以前面这个因 叫能因 前面生这个果叫 所因 广论七十八 我 谢谢大家